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囊牌啊 什么内容大家请看我的标题访问数组对 咱们都知道囊牌是一个数组计算库对不对 那么咱们建立好了数组了对吧结果不会访问这是个事啊 所以说今天就给您讲讲如何访问囊牌的数组 OK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吧 就一个访问囊牌数组的方法其实呢很简单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咱们进入今天的实战演习的部分一上来咱们先input囊牌 然后咱们先操作一个一位数组啊 接下来咱们再操作二位数组好那咱们马上开始啊 我先拷贝过来然后我今天的咱们演这个代码演示 还是使用这个Google的collab啊 非常的好的一个这个云服务云计算服务啊 好大家请看咱们input囊牌然后呢声明一个数组 咱们使用这个囊牌的方法 声明一个有七个元素的一位数组好吧 OK接下来咱们把它打印出来啊 print a 能打印 其实在咱们这个主拍特里面这个collab不是主拍特吗 咱们直接敲 a 咱们直接敲 a一回车也能出啊一样的 但是为了兼容到咱们这个今后咱们这个控制台咱们这个本地执行囊牌 我还是愿意敲这个print 所以说咱们按照这虽然我用是这个云服务 但是咱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本地操作python文件的习惯来进行啊 OK数组打印出来了吧 没有问题啊OK 接下来数组里面有几个元素有七个元素 我想访问其中某一个元素大家请看后面就加一个下标 这个学过其他语言的朋友都知道吧 java c++对吧都一样啊是吧 c++都可以啊java script都可以 下标是以0开始咱们输入0就返回1 输入1返回2对应这个数值对吧 如果我要想反问最后这个21怎么办 因为是七个元素 所以说这地方敲6 敲6 它就最后一个嘛对不对 没问题吧21大家请看这是21 对吧这是对应的也是21 没问题对吧敲7 敲7干什么冒泡了对吧 所以它就出来了对吧 ok接下来还有一个简单的简便的访问方法 为什么因为在囊牌里面 它有很多怎么说呢操作数组非常奇怪的想法 比如说这个想法 请看咱们在其他语言中没遇到过吧 负的对吧负1 咱们一般最小都是0对吗 夏标他出来负1了负1是什么意思 这是囊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倒着访问 倒着取 也就是说负1 它是从后往前取 对不对 所以说呢它取到的将是21 那负2呢 甭问的再往前走一个吧 取13吧对吧 好试试啊看是不是 好大家请看 21跟13出来了吧 没问题对吧 我把这两个屏蔽掉 好咱们再看一下 够 没问题吧 它能从后往前取 这个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非常非常常用 但是如果不知道这个技巧的朋友 读代码读不懂 你在干什么怎么还负的对吧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能啊 OK 先少许咱们继续啊 然后咱们再打印一个论 论很简单了 取下这个数组的这个长度 对吧 咱们是7元素嘛 所以这地方出来是7 没问题啊 论这个函数非常的常用 接下来咱们给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附上一个值 对吧 咱们给第一个元素附上一个100 A0等100 对吧 然后咱们再打印出来A看一下 大家请看第一个元素变成100 以前是1对吧 现在变成了100 OK 再再负一个 比如说咱们不光给A0负 咱们给A3也负一个 A3咱们负一个255 行吧 A3这位置就255嘛 对吧 从0开始计算啊 OK 接下来再打印三个基础的数组的信息 看一下 一个是数据类型 一个是站的字节数 一个是整体数组站的字节数 打印出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类型 anti64 然后这个字节数 一个数组 一个数组元素 占8个字节 8864 对吧 所以说这是anti64 然后这个整个数组呢 占56个字节 为什么 因为咱们是7个元素 一个元素占8字节 7856 对吧 这么就计算出来 OK 一维数组给您介绍完了 真的是很简单是吧 那咱看看二维难不难啊 OK 咱们声明一个二维数组 4624 咱们声明一个24个元素 然后我把它reshape成4624 好吧 那么咱们应该出来一个 四行六列的数组 看一下啊 没问题吧 1234 四行有六列 从0到23 没问题啊 声明数组非常的方便 对吧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个事儿了 咱们刚才打印一维的时候 A0A1对应的这个数组的下标 对应数组元素能取到 那么咱们是二维数组 我打B0B1会出什么 我跟您说过 它是行列嘛 所以说它打出来是B0行 跟D1行 对吧 咱们看一下啊 这是我加个汇车吧 OK 看一下啊 大家请看 B0出来的是这个012345 对应其实是这个 二维数组第一行 对吧 B1呢 是6到11 对应的是第二行 对吧 它是行的概念 那么如果我想访问里面的内容呢 访问里面内容的话 咱们再加下标吧 对吧 一会儿来说啊 咱们先往下看 如果大家请看 它是个二维数组 对吧 如果我想论它一下 看一下它的长度 那这长度是多少呢 刚才因为是7个元素的 那个A呢 对吧 那个A的数组是7个元素 所以说论出来是7 这是二维元素 我论您认为是出24呢 还是出多少呢 试一下啊 够 诶 是4 可恶不 它居然是4 为什么 因为它是行列 它统计这个论 它统计就是说你有几行 它看的是第0轴 所以说这是统计出来的是4 那有朋友说了 我想看到第二轴怎么办 你不是个行列是吗 对吧 你是1行2行3行4行 所以你想是4 可是我每个中还有6个元素呢 我想看6怎么办 这很简单 这个您在这个B这 论这加个下标就可以了 你想看第0行的长度 再运行 你看这不就是6了吗 对吧 第1行呢 也一样吗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 因为在这个python里面 每个数组 二维数组的每个行的长度 可以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它会有这个性质 不像其他语言中 我的每行都一样 元素数都不能少 那可能就没有这个性质 对吧 这是python灵活的地方 也是它更适合于科学计算的地方 OK 先少续继续往下走 接下来咱们就讲到数组的访问了 这个就简单了 对吧 这跟其他语言都没多大区别 看一下 我要访问第0行 第0个元素 对吧 第0行 第2个元素 没问题 第1行第0个元素 第1行第2个元素 对吧 这个就没什么 这所有语言都是一样的 0 这个0 对应的是这个0 对吧 这个2 对应的是这个2 对吧 第0行吗 然后是第1行 第0元素6 对应这个6 没问题吧 然后第1行的8 对应第1行的128 都没问题 OK 这个没什么 所有语言几乎都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咱们给它复值 比如说我给第0个元素 复上一个值 一个新值 多少 100吗 复完之后 咱们再打印一下这个B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看就不太明显 比如说我加上一个回车 加上一个换行 好 再看 下面是新数组 其他都没变 仅仅是D00元素 变成了100 对吧 这可以随便换 比如说第二行第二个 对吧 咱们叫255 因为咱们一般图片分析都喜欢0到255 255 大概像这位置 第二行第二列变成255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都是一样的 OK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数组的信息 这个其实跟刚才那A就差不多了 对吧 仅仅是22V而已 看一下 够 好 请看元素的类型 Ant64 跟他一样 占了字节数 8字节 然后这个整体数组占多少位 占192个字节 这192怎么算出来的 咱们是24个元素 对吧 一个元素是8个字节 那么8乘24得192 您要不信我给您乘一下 看一下 8乘24 对吧 192对吧 出来了吧 这就是他站的字节数 对吧 OK 大家也请看这主Python多简单 这么一支就能给咱们当计算器实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如何访问Python 这个NOMPY数组的一些小技巧 希望您能够掌握住 其实不是很难的对吧 几乎所有语言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会放到GitHub上 然后下面是我的官网 有讯息朋友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NOMPY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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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